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GOOF解说国传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线吧,第一局 这是一个老杀有头的稿 嗯,他选了一个,你们可能觉得应该不会选得错了吧 我当时也觉得应该会选个五宫果 但他选了个属果 就如果这个甘夫呢,换成 就是一个私血的一个储国的好 就除了皇叔之外啊 我是必抓的 因为五宫果我想恶张,我经常独秒 我基本没赢过的 嗯,出来吧 三血赵云嘛,嘲讽也不高 抢个手量,反正也没防御吧 你这是干嘛呀 这是一定要出来开车吗 就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群 那一局啊 770,看这个人是谁 770 这张鸟这样没必要吧 嗯,你连的这个人 哦,这个人如果 就他只要 不是卫国 不是蜀国 不是蜀国 他是五国是群 他也打你啊 我平常我要掉血是不是 所以没必要这样嘛 大小姐好帅的 不,太快吃了 很快吃了 诸葛亮剑是可能觉得自己 嘲讽不高两个出国 所以他就亮了 2号位抗一个1号位 弃得个武器 拿来吧,这是打台球的张寥 你们两个卫国也想2打6什么的 因为对赵群而言,两个杀已经够了 然后那个酒妈怕被国家偷应该是什么样子吧 而且用处不大,可能会被压血线 这田风亮将就是说我是卓苗,不要来打我 因为他们群内的话可能打的都比较好啊 这个人基本是卫国吧 因为卫国这两个就是国家和逃避 你想要靠他们打工,你可以控不住他们 你的国家如果说他给你救了他一下,他遗记两个桃子 这你不知道的哦 他万一他真的能遗记两个桃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个卫国,他是真的是卫国 许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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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出还是比较暴力 这个田太后那这个就爽了 随时一张牌,卫国三张牌,然后七段三张牌 现在已经手牌涨到十五张牌了 有点屌啊 这个真的是帅 这塔嘛,应该就是塔天鹅,你看他,你看谁都不太好 他的八卦还是比较给力哦 终于黑了 神装 张牌 我对他刚才是来,讲我赵无兄入宫 其他刚才可以就是说把许出,有连毒的时候把许出,压到一血 然后,那个嘛 然后通过那个合几乌,教他都人 因为你前奔太后只看了基本上就是一打四 而且是很有可能的成功的 但是他是打不过大小乔的正常人 因为小乔是很克这个前奔太后的 前奔太后他没有回复啊 他没有回复能力 这里就是结算顺序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可以先比如说通过这个殊胜量将回低血 然后再摸牌这样子 因为这个结算我没怎么去研究过啊 这里其实大小乔是打不过史国的 他是可以打赢这个群雄的 这么说吧 群雄打蜀国他其实 怎么说呢 也不好说 因为田温他是有排杀能力的 而这个刚夫人配赵云他是就是一个末拜拜嘛 然后就是说太后他就是你摸 摸完牌之后 然后他才爽的要不要给你喝酒 从某个角度来看 他其实略克吧 也可以说略克 他这个没实测过 这也是有点有点欧气哦 被批的最好了 因为大小乔他是打不穿赵云这么一个防御的 除非说赵云就点的太大了 第二个就是小乔他不是可以谈人吗 压别人雪仙吗 但是就是说干夫人他有回血的一个能力 我从未见过如此 而且干夫人其实是有点磕大乔的 就干夫人叫这个大乔应该叫大嫂吧 理论上来说 因为干夫人不是刘备老婆吗 然后大乔不是刘备的大嫂子吗 就孙奔孙奔是孙上乡他哥嘛 那基本上就是他那个孙奔就是硫磺素大嫂子了 看到现在的说法就就要叫一声大哥 所以刚才看到被烂了没关系 他他是可以回血的 这为什么不杀呢 你弹他你 你是很缺牌的哦 你们两个都是木牌白哦 因为刚夫人他是可以狗的 北侠走 行 回血还是怎么的 求稳就回血 看他是个特别能狗亡的一个物件 他已经没有天香牌了 或者说他天香牌已经不够了 然后我们这个蜀国这个比较渣的一个组合就显身了 看下地儿吧喝口水吧 其实这种蜀国的四水大白板我还是比较喜欢玩的 还有其他什么其他势力的群雄的巫国的魏国的四水 其实我都还比较喜欢玩 因为就赢了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嘛 放个两倍数 就是如果你们有那种打的比较有意思的 其实说来都没关系 就没关系嘛 只要打的比较有思路那种啊 我都是比较喜欢那种视频吧 比如你选一个什么 庞凤董卓庞凤马腾 蜀国的这种啊 梦火照云这种啊 都还行 就这种玩起来比较有意思 这种人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过河拆桥 看我的厉害 拆拿成腾奖你是大嘴还是说你有队就是大嘴 你发觉了这这个 这个一局里面有你的队友 啊这种庞总 我觉得这个巴哈卫是个鼠国 就凭你 你都被点了 你还不打呢 这种客气干啥 那他就就因为他有两条命吗 巴哈卫是手上是没桃子时 所以他就 闪了一下是吧 都很低调啊 有啥好高调的 嗯 就这种牌 你是不跳身份的哦 嗯 感觉嘴巴里面要躺好有点多 嗯 哎 终于有人对他出手了 你这样把衣服给脱光了 不一定能找到衣服的 终于大家都要对这个孙上香下手了 你说这个盘红 看他后面都没有杀他 你看他现在又要去顺孙上香 这明摆的是手锅吗 这个盘红他就看不出来这种 你顺我 我是不会给你顺的 他有武器 8号位 8号位是飞舞 你不去打他干嘛 因为你其实 就是 就是这个孙上香 是被8号位打的哦 所以 所以正常来说吧 虽然我不给他顺 但是他应该不会来打我 我当时这么想 不怕死 就尽管放马过来 这好像是一个 杯哥的毒条吗 他假许就比较机智 就大家都在 打 孙上香的时候 他就在弃牌 然后这草皮居然又出来了 这把应该 是那种大鼠或者大群的局吧 感觉 特别是8号位 应该就是个鼠 因为我自己的思绪啊 所以 我当时是觉得这个 这个理点可能是个群 所以我就 我就没去热这个草皮了 别紧张 有老大帐子 何居小节 毕月吗 这应该就是个毕月吧 前程往事 统统变上一笔 连着连起法 乐不思索 月镜 有月镜啊 闪净凉 已经屏蔽了一个人 已经屏蔽了一个人 这不明摆着六画师 独裁和那个 雕像不带来 独裁和那个 雕像不带来 对死不带去的 游戏 正在走 现在走 是你最好的姓斯 哪一張牌我我反正我這個手牌我要來我要氣 他也就他他可能想贏啊所以他順我的白癡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龐統他就看不出來嗎 就單純就是說你連著他他七張殺你拆了他的人壞盾他反而去殺孫上槍我就覺得8號應該是個數吧 所以這個遊戲也是真的是很難玩啊 為什麼都還藏著我覺得這個局勢很明顯 這個我就搞不定一技能 就我看出來你的一個劍是流長所以我我叫你放傳給我這個最多只能算指揮 我又沒跟你通牌是不是 你如果說你 你沒有練這個什麼流長這個毒條或者怎麼樣的我把我把就是說大家不知道的一個東西 哇 哇哇哇哇哇原來是我大蜀國呀 這那這個 應該就是我們四個蜀國了 噢